39岁谢霆锋传来细讯本人亲自官宣证时,网友纷纷送祝福。 娱乐圈的男神似乎掌握了容颜不老的秘籍,其中几位香港的男明星颜值更是让人叹服。 说起谢霆锋,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。 无论他的电影作品还是音乐作品都深受大众喜爱,了解谢霆锋的人都知道,他是一个非常细心体贴的男人,不仅事业成功,还是一位处审。 自从他与张柏芝离婚后,谢霆锋便全身心投入到事业中,全力打造属于自己的品牌。 现在谢霆锋的身份是王菲的男友,两人与袁佩离婚之后再次重逢,让人不得不感叹缘分的奇妙。 虽然外界传出了两人分手的绯闻,但他们并没有做出正面回应。 无论在事业还是爱情商,谢霆锋都是一个非常专一的人。 39岁的他对制作美食的热爱可谓是达到了疯狂的地步。 要解谢霆锋的人都知道,他在北京开设了风味实验室。 可能很多人都会怀疑谢霆锋,谢霆锋是不是为了博得大家的关注,所以才会做这件事情,如果大家这样想的话就错了,谢霆锋只是很喜欢美食而已,平时也喜欢做菜。 据了解,当她和王妃在一起的时候,还亲自给王妃做东西吃,这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是非常幸福的事情。 可能在古代还有住男人补下厨的风俗,但是现在早已经不是这样了。 明星们的身份和平常人没有什么两样,如果还有自己爱好的话,更要努力地去做了,谢霆锋在这方面无疑做得非常好。 而已经39岁的谢霆锋自我保养非常好,不仅时不时的健身,常常出去旅游对自己的事业更是能清理清味的事情,从不假手于他人。 就在最近他也发出了消息,说要去自己北京的店里帮助销售员完成任务,而这个消息爆出来之后,粉丝们纷纷都不淡定了,他们非常希望能够买到欧像,亲自买给自己的东西。 随后谢霆锋也是证实了这个消息,之后谢霆锋连发两条微博,删出自己在现场的视频与照片,官宣证实了这个消息的真实性。 网友看到他为了事业经历经历,纷纷为其点赞送祝福,希望男神发展越来越好。